女孩长得好不好看 招不招男孩喜欢 跟会不会带坏任何人无关 那都是那些男孩的问题 怎么怪到我们身上了 你 你跟我爸是分开住吗现在 怎么你东西都在我屋里啊 爸最近睡觉老打呼 你妈嫌烦 她怕影响她休息 就搬到你屋里 我跟你爸早就已经过不下去了 我跟你爸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 夫妻之间的信任 你说什么呢你 我说什么 我说的是事实 不该让女儿知道吗 咱们早就应该离婚了 那 那 那也是因为你妈 她心里头有别人了 所以她看我越来越 越看不惯了 就是今天那个郑斌 胡说 我怎么胡说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跟郑斌没有关系 是你高考那年我们就想离婚 但怕影响你高考成绩 后来你爸又不同意了 就一直吐槽起屁 我当然不同意了 我凭什么离婚呢 我过得挺好的 我过得挺好的 我高考给你了 你们俩太好笑了 你要干什么呀 我o啦 我会有很多人 我哥就不跟你说 你们俩太好了 我凭什么 我多抽一言 我黑暗 你都是这一把 我也是游戏 我也是游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怎么啦 我们叫娜娜怎么了 给 你们家淘书呢 好学生还谈恋爱 你还管不管的 这一张纸条能证明什么呀 两人逃学 逃掉下午自习课跑出去 不知道干吗去了 是真的吗 现在是中考的冲刺阶段 要是因为谈恋爱 耽误了学习怎么办 老师 我都说了我们没谈恋爱 证据都在这儿了 还不承认 同学之间也可以穿纸条啊 还狡辩 他说了 我知道你成绩好 长得好看 他好男孩儿喜欢 但你又不能带坏的蓝洞学样 王若仙平常可是本本分分一难生 要是因为这个事耽误着学习 考不上重点高中 我怎么向他家长交代 你 妈 什么呀 你看我这是不是都染上了 王老师 我以为什么事呢 我这还做着头发 你就把我叫过来 我们家娜娜说了没谈恋爱 那就是没谈呀 这多大的事 这纸条你也都看过了 两人都去操场见面了 那也正是你们家孩子的问题啊 这女孩子 总得一个女孩子的样子吧 王老师 你这么说话 我真的 绝对不合适啊 女孩儿长得好不好看 招不招男孩儿喜欢 跟会不会带坏任何人无关 那都是那些男孩儿的问题 怎么怪到我们身上了 我的女孩儿 她想干什么 想喜欢谁 那是她未来自己做决定的事 我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偏见 而改变她 我相信她一定会 把学习放在手里 对吧 这一辈子都没闹过这样的事 顶着个半成品就出去了 没给你丢人啊 那当然没有 妈 你真相信我们一谈恋爱 你都说没有了 我相信的是你啊 当然相信了 我跟那个男生 真的就是纯哥们儿 我知道 我就说嘛 我们家娜娜不可能 那么轻易 就让一个男生入法眼了 不可能 你们拖着去干嘛了 我觉得这要不喷 我觉得这还有点太喷了 妈 我曾学跆拳道 她说 旧母星上 破碎又勇往 都是为难 切时光的手 做自己的信仰